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要来拆一个比较特殊的包裹 就是放在桌上的这个硬纸箱了 这个纸箱是由万代南梦公给我寄来的一箱礼物 那万代南梦公为什么要给萌兔发这样的一箱小礼物 还要说到上个月的一件事 就是在上个月的门兔有分享过一个视频 是FIX的X78的那个视频 在那一期视频的结尾 门兔有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在哪里可以买到 在那个最后有出现了万代南梦公官方店铺的一个信息 看上去非常像广告 但是门兔可以用人格担保 那一期视频没有收一分钱 那很多小伙伴都说 哎呀,门兔你又掐饭了 哎呀,门兔你又赚钱了 包括连B站的官方都觉得门兔是在做推广宣传 那其实说实话说来也惭愧 就是事后门兔自己去看一看那个视频之后 也觉得非常像广告 那好吧,那就姑且算它是一期广告吧 但是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门兔 有一个人也会相信 那就是万代南梦公他们自己官方嘛 他们有没有出过钱投广告 他们自己心里能不清楚吗,对不对 那说来也很神奇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官方就看到了那期视频 他就知道门兔就打了这样的一个宣传广告 可能是因为有小伙伴在他们店购买产品的时候 有说到说是因为在门兔的视频当中 有看到了他们店铺的消息 所以说才去购买的 那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嘛 反正就是官方他知道了 门兔在视频当中贴了一条这么样的消息 那官方就来找到门兔了 说哇塞,门兔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天使啊 免费给他们打广告 这么好的事情他们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说为表感谢 他们给门兔寄来了这么一箱子的小礼物 那这个说小其实也不小也蛮大了 那这边再重申一遍 这期视频门兔依旧是一分钱都没有收 仅仅是收了官方寄来的这样子一箱子礼物而已 因为官方会来表示感谢 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个事情还是蛮奇葩的 所以说想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官方到底会给门兔寄来什么样子的礼物 这个包裹也是今天刚刚寄到 也没有开过风 让我们一起来开封吧 拆这个纸箱子我可不舍得用大刹 拿一把剪刀来凑合一下吧 过海关的时候好像有被开封检查过 有重新粘过胶带的痕迹 不管它,打开再说吧 当中的东西还好多,塞的还挺满的 什么东西 看一看 塞了好多小盒子 那这什么东西 先放到一边去,我们一个个来拆 装的还是挺好的 哦,高达NT的 什么东西 是个不锈钢的马克杯 这个杯子的正面印的是高达NT的logo 背面是印着一个高达的头 哇,这个杯子 嗯,又是一个一样的包装 这不会又是个杯子吧 它这个是给我把所有的杯子都来了一遍的意思吗 先放到一遍 哦,又是一个NT 哦,又是个杯子 哦,又是个杯子 这次杯子是一个陶瓷杯子 也是个马克杯 正面同样是NT的名字 背面是有独角说三耀机 我们家这个杯子用不完了 第三盒 又是一个杯子 我看出来这又是个杯子 我还以为这样的一个纸盒当中 会有一个什么纪念版的高达什么的呢 啊,并不是 哦,这个杯子好像怎么这么眼熟啊 果然没错 我和刚才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成双成对的意思吗 好吧,先放到一遍 好像再往下看 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哦,这个好像是手机壳 这是一个独角兽三号机的手机壳 打开看一看 可惜这是给iPhone用的 哎,他们不知道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啊 这是用不了这个手机壳 再往下 又是一个手机壳 一模一样啊 这两个手机壳一模一样 那过会儿这个视频结束之后 有小伙伴想要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个言 随便抽几个小伙伴 把这些东西多出来 再重复的都送给大家吧 然后再往下看 又是一个手机壳 一模一样的手机壳有三个 这看来就是给我发福利用的 好吧,这个也就不拆了 我们直接放在一边 回头就留个言 我们过会儿就回头最后抽个奖 好吧 下面我这又是一个杯子 好了,那么这个不出意外 肯定也是一个杯子了 打开看一看 果然又是一个黑色的马克杯 和刚才这个黑色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既然这么多重复的 那就是摆明着 就是让我抽奖送人呗 好吧,那么想要什么礼物的话 在评论区留言 这些重复的奖品罐全部都抽个奖 然后就送给大家吧 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大家一起开心嘛,对不对 然后下面又是一个手机壳 这一样的手机壳有四份 那看来这个大家的福利有了 有非常多的手机壳 然后再往下看 下面就是衣服了 那么他知道萌兔要穿衣服 所以说给萌兔送了那么多T恤是吗 大家看看都有些什么T恤 好厉害 这个T恤的正面非常的夸张 UC0097是高达NT的年份 正好是为了纪念中国正版高达NT引进 而发售的一款纪念T恤 萌兔正好没有这件黑的 因为萌兔平时不穿黑的 上节目只穿白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这个黑的平时穿吧 然后还有一件 他是不是把萌兔在视频当中贴出来的那些T恤都给我发过来了 这一件也很夸张 正面是什么样子 正面是金色的独角兽3号机0097 这件很酷炫啊 穿上试试看 金光闪闪的 闪下我的狗眼了 好吧下一件 还是一件T恤 这是一件蓝的 这是什么T恤 这件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我来看一看 这个面料特别的滑 它不像这种面料上面印了花 所以说看上去有一点厚 估计会挺闷的 但这件T恤很好 它全身都是那种特别有弹性的 类似于像运动衫一样的T恤 整个都是蓝的 上面有印着这种高达的线稿 这件很好看 萌兔很喜欢 这件衣服的面料就非常有弹性 很舒服有点像那种运动衫的感觉 夏天穿的话应该会非常的透气 而且上面的花纹也挺帅的 是不是有这种高达的线稿 高达的线稿 是不是还挺帅的 好下面还是一件T恤 这件是什么T恤 我这件T恤胸口的印花就没有那么夸张 它是Phoenix一个烫金的印花 烫金印上去不知道老不老 洗多了不知道会不会掉色 但是现在看很闪 非常的闪亮 很好看 好下面又拿出来一件T恤 这件衣服的面料和现在穿在身上的这件是相同的那种非常有弹性的高透气的运动衫的面料 正面看非常的含蓄 只有一小排这个小字 但是翻到反面 竟然是NT的一个电影的海报 三个人非常的尬战 这个太尴尬了 估计是平时穿不出去的 OK 然后还有最后一件 这件的话就是萌兔友的 平时之前已经穿过了那件白色的高达NT的衣服 这里也就不拆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箱子当中所有东西就全部都拿光了 把箱子先撤掉 总共的话是送了我一件 两件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T恤 然后有四个手机壳 和四个杯子 那这些衣服呢 因为都拆开来了 而且萌兔都穿过了 所以说也就不送给大家了 那这个手机壳和这个马克杯 如果有喜欢想要的小伙伴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那回头呢会发一条抽奖的动态来送给大家 忘了说了 这个手机壳的话呢 是iPhone X和XS所使用的手机壳 总共有四个 萌兔也是这个手机不能用 所以说就送给大家吧 好的 那其实这些礼物 全部加在一起的总价值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贵 但是啊 官方对我们内容制作者 对我们UP主的重视和支持 却是令萌兔非常感动的 那这里呢 再一次感谢万代南门公 对萌兔的支持 那么通过这件事啊 其实还引发了萌兔 对现在魔玩类UP主们 生存现状的一连串的思考啊 就以我们B站为例吧 游戏 慢屏 影屏 美食 数码 生活美妆等等等等啊 哪一个分区不是做的 分身水起 赚的盆满瓢满的 但为什么 偏偏我们魔玩类UP主 却是门庭冷落啊 连一个独立的分区都没有 能做到稳定更新 质量优秀的UP主呢 则更是少的可怜啊 是圈子小吗 其实并不是啊 B站在2019年的Q2财报显示 会员过的收入有1.2亿元啊 占总收入的7% 同比增长有489%啊 在这么可怕的增量背后 其实并没有引发 魔玩类视频的爆炸 成熟的魔玩UP主还是就那么几个 魔玩类的投稿 一年的总量 甚至还没有其他去的一天的多啊 为什么啊 其实说白了 还是因为做魔玩视频不赚钱嘛 大家都用爱发电 能做到稳定更新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再想把魔玩 当做全职的事业去做的话 那基本就是天方夜谭了 所以说今天这件事呢 让萌兔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今后如果大家在B站 或者是其他任何地方 看到任何一位UP主做的视频 而去完成了一次购买的话 不妨可以在购买的评价 或者是留言区里面告诉卖家 是谁在为他们提供了流量 让卖家们知道 原来有这么一批UP主们 在为他们默默的创造财富 如果可以因此为小UP主们 促成一次商业合作的机会 让更多新人UP主 可以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获得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助力 将来也有可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的 当一个圈子的上下有打通 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并慢慢的开始良心应转之后 那萌兔相信 离这个圈子的繁荣也就不远了 那我就是在这个圈子当中 默默努力的小小UP主戴萌兔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赞 投币 收藏 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